中共广电总局最近发出通知 要求在5到7月份之间 各地方卫星电视台停止播放谍战片 而改播所谓的歌颂共产党的红色剧 在大唱红歌被毛泽东诗词 以及荧幕一片红的形式下 让人感受到中国向文革越走越近 那么究竟中国离下一场文革还有多远 人们愿意重返文革吗 请看报道 开始于重庆的洪峰 在中国各地越演越烈 据大陆媒体报道 近日大陆广电总局给各卫星电视台下发口头通知 要求在5、6、7这三个月内 不能播出涉及谍战题材、刑事案题材 时空穿越题材和苦情剧的电视剧 同时还向各电视台提供了40出提倡播出的电视剧名单 且清一色是歌颂共产党的内容 对此大陆民众感觉 这样就像回到文革时期 天天在看样板戏 有网民开玩笑的说 明天一律穿红、带红、讲红、唱红、看红、吃红、拉红、祝红 红他一辈子 三十多年前发生的十年文革动乱 至今还让中国人心计 中国人愿意再回到文革时代吗 中国现在经历过文革的那一批人 现在还没有死过 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他们亲身亲密 记忆犹新 你要说再叫这一代人再回到文革那个时代去 我想他们不会答应的 在文革前夕的反右运动中 遭受到迫害的烟屯府女士也表示 不愿意重返文革 我不希望 文革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 共产党要搞党天下 胡锦涛呀 就是现在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 核心利益是共产党的领导 党天下跟家天下有一点区别 可是这个区别不大 党天下是扩大了的家天下 烟屯府还认为 当局提倡的唱红打黑 并不是老百姓要的 其实唱红打黑 就是他们这些人自己也明白 是在那儿发谎 在里面假话里面套着假话 他们要什么是真的 马晓明表示 经历过中共的历次运动的中国人 已经有自己的独立思维 中共很难强制人们的思维 前新华社记者高瑜分析 现在中国就像一个没有出气孔的高压锅 当局希望通过唱红这个活动 来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 高瑜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 当局把权利还给人民 接受人民监督 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不要人治要法治 这样才能避免文革的重返 中国离下一场文化大革命到底有多远 如果文革真的发生了 将会如何呢 著名博客作家杨恒均在博客中谈到 尽管中国折腾不起 但如果文革再一次发生 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就像把所有的贪污腐败分子都拉到街上去排队枪毙 低层老百姓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 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书记和部长 厅长 局长 镇长 推上批斗台 甚至断头台 他们会说 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 这一次我们是为自己 新唐人记者李静 孙宁采访报道